第七題 我們說小美在離開地面三米的地方 擊打一個原本是靜止的網球 網球就用水平速度扔出去 所以我們相信 稍後軌跡就會是這樣的 稍後軌跡 對不起 它是過網的 現在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你深水清的話 打橫釘出去的類別 打橫的位移 就會等於打橫的速度乘以飛行時間 而打直的位移 因為它一開始是沒有打直速度的 所以就這樣 2分之1乘9.81T2次方 如果你水平投掣運動 就適合這兩條式 現在的情況就是問你 它由這裏去到這裏 要多少時間 即是說 由這個起點去到這個終點 打橫它是移了12米 即SX是12米 就會等於UX乘以的時間 1號色 似乎是有兩個不適的數 暫時未找到 而SY 就是它初初離開地下3米 接著它過網的時候 即是說 打直是移了2米 就是2分之1 乘以9.81T的2次方 你會發現 這邊的顏色 這邊的顏色 就可以計算到T 是不是 我們就說 把它乘過去 就變成4除9.81 等於 接著就開方 所以時間 原來是 0.638550秒 好了 知道了這個之後 把它帶回來這邊 就會變成12等於UX乘以0.61550 好了 就拿著剛才按出來的數 即是除了它 所以就按1over 1over 這個 就是乘以12 所以UX就是18.79255 行不行 需要的時間 對不起 需要的時間 但計算到這裡已經夠了 行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C 我就做多了 OK 麻煩